限制的自强里活动中心因为已经使用很久了 不但外观旧了 内部空间也很小 当地里民就希望能够增加空间 而在接获成年之后 8号这天早上 市议员周晓琳服务处就邀请了各相关单位人员现场进行了会刊 这栋就是自强里活动中心 原本二楼则是自强图书馆 因为年代久远 不但外观看起来比较老旧 里头的空间也不大 尤其活动中心只有一楼的这个空间已经不服使用 里长说二楼的图书馆早在去年的五月就搬迁到行政中心 后来一直闲置着 而里内的人口现在已经有五千多人 现有的空间不足 希望可以让目前二楼的闲置空间作为活动中心使用 今天我们争取二楼图书馆 主要是因为我们 我们自强里的人口数已经达五千三百多人了 可是一楼的使用已经不堪我们使用了 所以我们需要继续的争取二楼部分 对现在的活动空间 一般来讲我们一楼已经是老人据点了 那我们现在衍生下去是 二楼可以开多演化教室 里民会议中心这样子 里民跟里长一直在反应 说希望说二楼也归于我们活动中心来使用 这样的空间就会比较恰当 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市府各单位来会看 希望说市府各单位去协调 希望说二楼再归于我们自强里的活动中心来使用 在接获成情之后 八号上午议员抓铃服务处就邀请了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对二楼原本图书馆的闲置空间 因为社会局也有意申请使用 接下来要如何规划得要再协调 不过地方强烈希望能够开放让里民使用 如果二楼的话 之后我们可以开才艺研习教室之类的 或是一般家庭主妇什么手工艺品啊 还是有些妈妈们很喜欢跳瑜伽之类的 然后年轻人也可以来跳一些乐舞之类的 我们是强烈的要求 那现在社会局要进驻 我们已经反对 希望说社会局在寻找其他的空间 来利用他们社会局使用的地点 所以希望这个二楼还是要归属于我们自强里的里民来使用 办课程研习或是活动有足够的空间使用 只是社会局也想利用这处空间 当天会刊讨论将请市政府在协调 让里民有更宽广的休闲活动空间 就成惠林细致采访报道